交通部观光局竟然向各地方政府发公文 要求加强对法轮功团体的广告看板稽查 消息引发各界强烈反弹 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 这纸公文已经明显侵犯、言论以及表达自由 呼吁政府出面澄清对法轮功的态度 也希望国际社会对法轮功学员在台湾的人权给予关注 并表示在民主台湾发生任何针对法轮功的不法作为 法轮功团体都会采取法律行动 寻求公理正义的支持 今天台湾政府对于法轮功的态度 应该要公开澄清 以免造成各界疑虑 神情严肃 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 观光局发给各地政府 要求稽查法轮功广告看板的公文 以及明显侵犯法轮功学员的言论以及表达自由 他呼吁政府应出面说明 对于法轮功学员行使宪法权利的态度是什么 他并呼吁国际 关注台湾政府对法轮功的态度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要密切关心 两岸交流密切的台湾政府 目前对于法轮功学员 在台湾活动 有没有有任何进一步的人权侵犯的行为 中研院学者黄国昌批评 法轮功学员所捍卫的信仰 与揭露中国人权真相 是台湾全民都受到的保障 他质疑到底是谁在台湾配合中共政治迫害 他所反映出来的 不正是台湾所最重要 所要拥抱的价值吗 马政府一定要有人站出来把话讲清楚 除了政治迫害 除了宗教迫害 除了配合中国共产党进行迫害之外 我想不出其他的形容词 来形容这种离谱的行为 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晰表示 多年来 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和平理性反迫害 与中共形成强烈对比 这个其他世界国家也都是可以做的 它就反映出 它对比出中国跟台湾的这种差别 我们其实在世界各地也都做这个事情 就是希望说把真相给他们 拆广告看板的公文引发舆论反弹 法轮功人权律师强调 若主管机关正依此公文 拆除法轮功学员合法广告看板 势必采取法律行动捍卫权力 朱安吉强调 台湾民众也不会坐视民主台湾 上演任何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行径 新唐人亚特电视 乌佩山林家伟 陈辉谋 陈珍 台湾台北报道